這個所謂省份璇璣其實是和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改了這種中央領導人下地方選舉區域佈置的過去的潛規則有直接關係 按照中共的官方媒體自己所說 在2013年之前中央領導人 他這裡所說的中央領導人就是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和不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直屬機構擔任一把手的那些政治局委員 通通都要分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去由中央指定當選黨代會的代表和人代會的代表 在2013年以前基本分布是具體的人選 他過去在哪個地方曾經有過較長工作經歷或者是他是哪個地方的出生人 就是所謂的籍貫他往往就會被安排到那裡 2013年之後呢因為習近平改了新制 習近平不是號稱他有他自己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 其中就包括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黨代會代表的中央領導人 由中共中央具體機構去指定去安排的時候 要讓他們和一是所謂的一帶一路的喬豆堡連接 二少數民族地區連接 三扶貧攻堅地區連接 這是所謂的政治取向 其實這裡邊的所謂的政治取向呢 也包含了一些習近平自己所設計的因素 那習近平自己所設計的因素 我認為主要是因為像有些新聞媒體裡面已經分析到了 就是防止地方勢力做大 更具體的就是要防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領導層的這一些人 他們通過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去選舉 去成為那個當地的獨自成為當地的一霸 或者成為當地的政治上的那個離心離德的力量